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好邻居 当然这些小朋友等于我们自己的子女一样 所以我们让小朋友来这边参观我们的生态实验室 阿嬷纪念公园 还有风力发电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准备了高雄最夯的黄色小鸭 让他们抢达 那每一班我们有两个名额 没有抢达到的小朋友 我们每一个人送他一份文具组合 哈欣的车身穿越在行政大楼中 叫头高雄主任表现这是一个难地的交友机会 让哈欣在参观过程中学到科本部教授的资讯 他们主要的特色重点是一个环境教育学习 就是说他们利用这个风力一个发电一个参观风车的部分 让学生知道说我们电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我发现我们学校学生他也学得很快 就是说他们在提示的时候 他们说这个风车就是产生电源这样 甚至同学还有发现说 如果那个风车如果停的话是不是就没电了这样 然后他们的导演人员还有做一些解释这样 我觉得还不错让学生有很丰富的学习 因为黄色小鸭就早离家 所以六近也特别为其他学生做比赛设备 让大家计量品可以拿 当时也感谢这阵学生为六近带来烦恼的笑声 记者五余品 彩虹不得